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我要再度分解我的桌墊 就是因為這一塊板子 I.O的板子 這一塊板子應該要在主機板放進去之前 就把它裝上去 我爸是說有裝沒裝根本沒差 但是我看後面一個大洞 心情很不好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把它裝回去 就是這一塊I.O Shield沒有裝上去 後面這樣露一個大洞 超稠 而且灰塵一大堆 快來 電腦已經都是灰塵了 它是不是快要壞掉了 那就換一台了 就換一台 啊...怎麼清 哇... 還熱騰騰的耶 哇...灰塵也太多了吧 這感覺快要短路耶 你自己過來看 我現在都不怎麼開門 還會有那麼多灰塵 哪裡灰塵?看不出來 還好吧 這個下面這個... 這個都是灰塵 空氣中本來就有灰塵了 你這樣無塵是你嗎 丟下去了 下咪 就主機板的螺絲先放鬆了之後 稍微...你先聽我講... 然後稍微移起來 稍微挪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放進去 所以你先把這四個拆掉螺絲 哇...啊這麼多灰塵 不會壞掉啊 壞...啊...我要先拆哪一個 這個啊... 你把上面兩個風聲在拆啊 嗯... 哇...速度也太快了 齁齁齁齁啦 像你那個速度慢吞吞的 拆半天才拆一個 然後就...就放下了 就不拆了 好...還有... 這位影啊...叫你拆 你這個...這個影要嗎? 這個什麼那麼空... 你怎麼做那麼慢... 你沒吃飯喔...很痛... 你沒吃飯啦你... 是你鎖得那麼緊耶 看下去... 你GP要整個拿起來啊 不是這樣子就可以移動了 黑色的螺絲...看到了沒... 蛤...才拆兩個而已啊... 這邊為什麼也沒有鎖 我沒有鎖那麼多的 那會怎樣... 這樣電腦就會比較輕啊 不是說鎖四個角就好了 哇...你真是... 通通剪掉啊... 中間沒鎖也不會怎樣... 來...我檢查 來...你來...你來... 好... 來... 風扇拿起來... 哎呀... 快點...相機放下來 放下塗刀 你這樣子塞得進去嗎? 要從裡面這樣塞嗎? 在...0.3公分應該就差不多 哎...有... 進了...進了... 對...對... 下面的推得到嗎? 可以啦... 哇...我小褲子衝進... 啊... 你下面推不到啊... 你推到上面而已啊... 哎... 就跟你推得進去... 你們進了... 哦...你好厲害... 好...自己弄啊... 哦... 但是OK的啊... 因為你主機板還沒鎖啊... 你推了主機板會動啊... 怎麼只有鎖四個角... 這糟糕... 這樣會怎樣嗎... 變形... 短路... 燒機... 會有什麼事... 沒事啦... 那為什麼設計這麼多動... 這樣鎖起來比較穩啊... 啊...我們什麼時候要升級那個... 記憶體... 你要把那幾根拿來插插看嗎... 啊...我們可以用四通道耶... 順便升級記憶體... 咻... 全部要插上去嗎... 你有幾根... 四根啊... 我不知道是1234... 還是1234... 5678... 可以裝六根嗎... 嗯...沒有...就是四個插滿... 哦...是...這樣就變四通道了... 所以它可以... 兩組四通道... 欸...說明書拿來看啊... Super Micro... 哦...可以插六耶... 可以插六... 嗯...插幾都可以啊... 但是... 你的所謂的四通道要怎麼插吧... 它...沒有寫什麼四通道... 它只有告訴你... 插六根是這樣子插... G2...D2...不要插... 我們就隨便拿來插... 隨便亂插... 我來...我來... 你根本沒有把這個搭配... 那邊沒有開啦... 那邊沒有開啦... 這邊啦... 會丟了...會丟了... 不要害怕... 這樣是友好... 當然是沒好的... 這樣... 你不要害怕... 哦...有有有... 就是把它壓下去就對了... 拿起來對... 對... 用力壓下去... 聽到K3OK... 壞掉了... 對...就是這樣... 就壞掉了... 你是... 記憶體不是都... 直接給我用到爽... 對啊...就先給你弄... 它這個樓勢又從哪裡跑出來... 就... 就這裡啊... 好... 那我可以走了啊... 你就開機吧... 自己裝好... 開機... 開不了機就要再找你... 哼... 應該會不會啦... OK... 發生了什麼事... 怎麼了嗎... 沒有啊... 看...看...發生了什麼帥氣的事情... 欸... 所以你的機器是2,400... 我要怎麼看啊... 對啊...在哪裡... 哦...這裡啦... 65G喔... 欸...你一根是多少... 16... 我是16G啊... 16... 32... 4跟8G... 喔...它是只有... 36... 所以它是只有速度會... 降低到最低... 啊... 它的容量... 容量... 因為我的... 我的... 我的記憶體... 它的標準定壓是1350... 啊你的標準定壓是多少... 啊...我怎麼知道... 那就給它抄下去... 我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頂多就過熱... 當機而已... 你用用看啊... 跑一跑... 軟體會有什麼差別... 跑一跑就燒起來... 64GB的記憶體... Yeah... OK那我們今天成功的把IO板子裝了回去... 那那一塊板子... 如果之後你們要裝電腦的話... 記得... 先裝上去... CPU那些... 擺在後面再說... 那第二個我們順便的把... 我們的記憶體加到64GB... Yeah... 那這一個主機板可以加到128GB... 好像... 喔... 還是256... 反正就很多很多啦... 因為這是差299的板子... OK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歡樂影片啦... 那當然如果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神奇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 亂七八糟東西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bye...